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doli 今天要來錄我們的穿搭哲學 然後我們會各準備四套衣服 分別是為了上班、女子會、約會 還有去樓下超市的時候要穿的衣服 其實在日本大家真的都會按照場景去選穿的衣服 我們有問大家意見嗎? 然後穿搭其實蠻少人想看的 但是因為我們本人十分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任性的錄了 請見諒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對對對 這是我的上班妝 然後我上衣是配一個就是有點平肩的 你從最後出來就會整個有一種很漂沛 很瀟灑的感覺 黑黑的感覺就是 會感覺有搭 可是不會記得你內建單品長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 對 然後可以搭配那種鏈子啊 我現在是配T少年跟金手鏈 那我穿西裝鞋還有那個短襪 什麼阿媽卡拉 甘心 甘心 甜蠟醬意思 我很喜歡戴Katsusha 就是髮菇 這個時候就會比較就是可愛 但事實上假如我工作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估上去 蛋包是這個 Katsusha蛋包就是要比較大一點 然後它是皮的但又不會很重 它很有設計感 就是很多層 對 不知道怎麼來 對 其實我買到那時候也覺得有一點困擾 但我現在搞懂 它是日本鋼山 它是日本鋼山 是Japan Blue Jeans 就是只能在倉夫 或者是它有時候會跑步才買得到 這個藍很美 然後我也帶了銀色的項鍊跟耳環 你的項鍊跟那個你的上衣好搭 對啊 是不是很可愛 超美的 還有其實我今天偷偷穿的跟鞋 它是Marnie的跟鞋 這個是我媽給我的 我把它帶來日本 就以前的設定 哇很美耶 對 然後我用它 是不是剛好它可以放得下我的電腦 欸我媽媽品味很好耶 對啊 是不是很美 我今天要去女子會 這鞋子是那種 夾腳脫 夾腳脫 怎麼知道 配一個就是小的草包 草包包 這是我在國外的網站上買 它其實裡面那件是 那個 細節 細節扇 對 這是我的女子會的裝束 它是一件 夏天 它們叫做 Samanito 配了一件黑色的寬褲 然後包包是Alexana Wang的包包 我很喜歡它 它是一個 黑邊的 有點像草叙的鞋子 好美耶 對 就跟這整個裝束還蠻搭配 鞋好美喔 ONOFF ON是開 OFF是關 本來是電器的開關 後來衍生為 仕事のONOFF 所以 在ON的時候穿的是 仕事着或 off的時候 會穿 仕事着或 休日 我要去那個超市的什麼都會這樣 因為我上面的紳士就是一個 泰然的T恤 T恤 然後下面是深藍色的 毛褲 就是它的毛是直邊的 所以它會讓你看起來 有比較直通的感覺 鞋子 因為我是一個西裝鞋愛好姐 它是有邊的 然後再穿 就是帶一個這個毛毛 你的包咧 我的包 這是皮的喔 可是看起來像鞭繩草包對不對 他們是用皮鞭的那個包 然後很軟很輕 好那這個是我的 六狗裝束 因為我們家的胖獎一次散步 就要一個多小時 所以基本上就是 髒了也沒關係的牛仔褲 它其實是GAP的T恤 很可愛 所以我會準備很多 好可愛 對 GAP或是UNIGROW的一些比較便宜 會帶鴨舌帽遮樣 平常也不會化妝嘛 所以就是帶狗罩跟鴨舌帽 然後帶著我們家的狗狗 帽子跟T恤 就有顏色 對有配色系 對有配色系 你好厲害 有發現 好那這是我的約會妝 它樹名派的地方 所以就會選穿 有點酷 上面配也是 就是有刺繡的 然後再搭配說 就是我會編髮 它超厲害的 編辮子 是把它編進去的那種 讓男生比如說他走到後面 就看到你就知道 什麼精心打扮這件事情 然後我很喜歡 MONEY的包 好那我的鞋是 我的鞋子 所以就是完全萬年款 不退的形態好搭 它是一個長的藍色的洋裝 今天的主題是去電影約會 所以我下面穿的是球鞋 看電影幹嘛穿球鞋 不是因為我們看電影會 會順便去促進逛一逛 就會走很多路 我蠻喜歡戴髮袋 但我老公不喜歡 不過我沒有在理他就是 項鍊其實跟剛剛第一套的項鍊是一樣的 可愛 就它可以搭的比較感念 也可以搭這種比較cageal 好適合你喔 鞋子 我把鞋帶換成可以伸縮的鞋帶 所以我不用把鞋帶 全部都解掉 一套進去還可以直接穿 直接拉著就可以套進去 解決了高筒的conversive困難 男穿困擾 對 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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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穿搭哲學 就是我的衣櫃阿米看一下 他們大約都屬於同一種色系 看起來幾乎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基本上是海軍藍灰米白黑 然後我會避開白色 白色 除非你是真的像阿米這種很女生型的女生 等一下你想想看你把這身衣服換到我身上 你會覺得我整個人開始有點很退 很退 不會應該還不錯阿 就沒有米色或是均勻那麼舒適的感覺 反正就是我就會盡量避開全白 我可能會選灰白 黃白 黑我會配黑 深灰淺灰 就是我上下很喜歡做一個像漸層一樣 差不多色系 對對對 假如你今天有一點帶顏色的單品 比如說我穿一件紫色的上衣 然後我下面可能配牛仔褲好了 那我會比如說鞋子有點紫色 或是襪子有點紫色 就這樣人家感覺你好像很用心 對 而且就可以看起來比較偶像 看起來對對對 對 還有我覺得假如真的很煩惱的時候 同樣牌子的東西比較大一點 所以有時候就是同樣的牌子上衣 上衣買一件褲子買一件這樣 你就會確定這兩件是找得到半的 因為常常會有是找不到半的情況之間 然後就會一直買下去 對就是我為了這件褲子買這件上衣 就發現這件上衣也跟其他不搭配 所以我就在買了一件褲子這樣子 然後發現他們全部都跟你其他的不搭配 對 好那阿咪咧 阿咪跟我很不一樣 對 我很喜歡很有設計感的東西 就像這種東西 就是 對就是比較不知道怎麼縫出來 他就跟我介紹就是可以直接在網上買海外品牌 所以我後來就是被他入客 就一直在網上買國外品牌 而且其實會有一點風險啦 因為日本國內品牌的網購都 給你至少二十幾張照片 對 可是國外品牌好像就只有五張照片 而且沒有確切的尺寸 就是完全是蝦子摸像 就洋裝那種還好 可是像牛仔工人就不太敢買 因為你就覺得會有一點 要不然就是我就是會買大一點的尺寸 也就穿不下 對 但因為我買了沒有他那麼多啦 所以就還好 怎麼啦 對 但真的就是會比較會選 就如果說 他的設計很簡潔的話就會找比較 鮮豔的顏色 對鮮豔的顏色 他超級多鮮豔顏色的衣服真的 上面就是全部都會寫他的名字 對 對 對 因為後來就最近就很難買衣服 因為都找不到 就是有一點特別的 像你這樣穿衣學的學學會比較難找 我的衣服都沒有寫我名字 他們寫著大家的名字 對 所以其實比較實用 對 KIMAWASHI KIMAWASHI指的是一件衣服 依據不同的搭配方式 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也就是用少量的衣服 搭配出各式風格的意思 是日本時尚雜誌中最愛做的一個題材 KIMAWASHI NI KIKU 一直百搭 日本其實都看 大家以為都是小牌對不對 但他們其實 比如說某20個品牌 是一個類似ZARA的公司在經營 所以像我最喜歡的應該算是BAPE BROOS 所以BAPE BROOS我也還蠻常買 對 BAPE BROOS其實是日本的上班族女郎的最愛 然後他們的品牌常常會遍布在日本叫做LUMINE 對 LUMINE有 比如說新宿就有三家 LUMINE ESTO LUMINE SHINJU 跟LUMINE II 對 然後其實LUMINE 後來又開了一家叫NUMA NUMA NUMA比較 NUMA就會比較正時尚 NUMA就會比較正時尚 就比較帶有一點設計感這樣 我其實也還蠻常去LUMINE的 還有ABYS的アトレ 對 ABYS的アトレ我也會去 雖然他們比較貴 可能那些服都要一萬筆以上 跑不掉 可是 至少他不會讓人覺得他一下就壞掉了 對 他們都還蠻 蠻耐心的 對對對 常常都是只要放在那個洗衣機的熟悉模式就好 對啊 對啊 就不一定要乾淨 沒錯 因為日本現在網購就是 都可以退貨 然後都超快的 我剛才跟他說 黑貓運輸已經連續四天 帶衣服給我 我覺得那個小哥 這邊都抱了青金 他想說這個女兒到底幹嘛 而且推都很小 但其實不是不同時期嗎 然後你剛好坐在一起 並不是我要故意整他 也不是我想要誘惑他 喔對 因為他們這邊都會分區 所以小哥都很小 小哥都同一個小哥 對 小哥人不錯 但是我覺得他一定恨我 好啦 大家對我們的穿搭有什麼意見呢 而且很多人吃到我們的衣服 但是其實大部分都是我的衣服 一半是他的 對 因為阿米就是移駕到我家來錄 所以由我來負責配衣服 而且我們常常心有禮物 我們真的常常心有禮物 對 都 我們完全沒搭就穿 可以搭得起來的衣服 然後今天又是黑白狼狙 對啊 好 好 那穿搭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掰掰 今天要講大家非常期待的 人氣的外遇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算是伊藤的朋友 他現在八胖了 他聽說他那個時候還蠻帥的 因為我只有看過他現在 你出去吃飯說 他就發現他有戴戒指 他就問說可是你是不是結婚了 然後那女生就說 嗯 美女後面開菜也很可愛 後面開菜看 你把底代勾了吧